今日,突然有个不知名的演员疑似在思古丽纳扎,语气十分嚣张 她的认证显示是经纪人,简介是演员王美欣 她昨天11月20日22点36分发了条微博,矛头怒指古丽纳扎 她说自己对古小姐没一点好感,说她没实力和演技,一直不看好她 最后还说,有她的地方就没有我,有我的地方就没有她,终生不合作 还说自己有的是实力,要用实力说话 虽说这条微博没指名道姓,但是里面很多内容都直接指向古丽纳扎 两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就没人知道了,但肯定的是怒气很大,连这种狠话都放出来了 那这个王美欣又是何许人员呢,小编查了下百度百科 显示她是95年出生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做模特出道 后来演了几个打酱油的角色,演过的角色说的好听是配角 其实就是打酱油的,整部戏出场的时间加起来都不长 长得也毫无辨识感,完全就是一张网红脸 相比起她来,古丽纳扎长得更美,更有辨识度 就演艺经历来说,古丽纳扎也玩爆王美欣 比了这么多,我感觉这个王美欣是想借古丽纳扎来炒作 以自己一厢情愿的撕逼来博大众的眼球 不过你借别人炒作就算了 还在评论里公然地称古丽纳扎为扎表 后来网友和古丽纳扎的粉丝纷纷看不下去了 跑来教育她 最后没人记得她抵不过古丽纳扎的粉丝谩骂 然后不得已请了水军来还击 不过对于这种谩骂古丽纳扎来炒作自己的人 你们怎么看 三人 二律 一 二